拉扯一下 拉扯一下 不要停 我覺得 山峰聰明 記得齁 因為會有Slow Motion的鏡頭 請大家到這邊走 讓小豬有一個時間可以剪接 你們出場的時候 出場的時候可以剪接 然後晚的時候退場 敬得你之後退場 然後但是那個 王燦跟方繼威跟 高山峰你們三個最後要 合體 可以了嗎 這邊 他們要點香 我知道 不是在講合體 不知道怎麼合體 我們小水珠 心靈庫公益電影 曙光 開進記者會 跟開進的時程 就是這個時間 現在我們開進開始 開始開始 要後來 各位好朋友 溫習小水珠 心盈之魚 這是我們第四部電影 我們拍了有 反毒 反詐騙 反暴力 還有跟生人 從反社會的 風景 跟靜孝 跟酒駕 反酒駕 都拍過了 在我要退休之前 大家要求我說 現在台灣 最嚴重的就是反詐騙 所以我就 在最後呢 在拍完這部電影 我就要正式退休 那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 打擊犯罪 就要開始 全體藝人 上來 謝謝 來 先上來 拜拜 來 不用唱名 然後導演 你們都要上來 要先拜拜 全體先拜拜 然後再特別那個 我們警察同仁也過來 好不好 新的大隊的大隊 我們也過來 好不好 再麻煩 然後那個香 沒有人 那個點嗎 有有有 那隊長他們要那個 隊長他們站前 對對對 隊長來 這邊請 來 三支 你有拿香嗎 有拿香 來 來 來 還有這個 上面拿三支 三支 然後製片跟那個 編劇 都拿三支 然後剩下又一個 來 這個可能 我覺得我們三個不能 對 被擋 你的香也擋到了 沒關係 擋得到 來 沒有拿香的 站著就好 來 來 你有 你有沒有 其實有人拿 有拿嗎 有拿 有拿嗎 對啊 好 好了沒有 發好了告訴我 請問有人有拿香嗎 有 有 那邊 我這邊多一支 謝謝 謝謝 唉 今天好天氣 好 好了咩 那我們哪三 人蠻多的 你等一下 對 三支 這個陣容浩大 三支在淡水旁邊 嗯 很冷嗎 你有麥 好了告訴我 好了告訴我 好來 雄天在雄 啊 宿民百風的這個 眾神 眾神明 我是人 啊 在公益這條路上 走到這個地步是因為 啊 之前我們都是在餵老人 那看到社會現在 有需要我們這些藝人 來做宣導 然後來做 就宣傳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演藝人員 就投入了在這個公益 打擊犯罪這一條路 啊 小水珠心靈之旅 有拍過 啊 反毒 反暴力 反霸凌 還有這個反酒駕 還有這個更生人 從緩社會的這個困境 要怎麼來幫助他們 啊 讓他們跟社會接軌 然後也拍了這個 靜孝這一方面 今天我們開鏡的這一部戲是 曙光 是為了現在這個社會 很多人被詐騙 那麼有報案的 大概已經被詐騙的 好幾千萬了 欸好幾億了吧 我我我這個數字忘記了 啊就是我你們上網看 啊這個因為很嚴重 那在這邊的都有被騙過 但是詐騙的騙到家破人亡 還有自殺的跳海的燒炭的 太多了 把整個家庭都毀了 所以我們挺身而出 這些演藝人員 就集體在為大家拍這一部 曙光啊 讓這個曙光能夠啊 提醒大家不要這個走路 這個犯罪這條路 也不要走路 詐騙集團這條路 那我們是在各大的學校 監獄還有這個軍中 還有社區戲院 都是供給大家免費看 我們這一部電影 我們沒有跟政府申請錢 也沒有募款 但是贊助的人都是一些 這些企業家跟網友 從兩百塊這樣子 一直贊助到 讓我們拍這一部電影 今天我們全體藝人 在這邊啊 跟大家啊 跟這個眾神 眾神明說一聲 記得要讓我們 在拍這一部戲的時候 能夠平安順利 然後在這個工作人員 在這個拍戲的當中 都讓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能夠平平安安 在這邊 我們啊 三鞠躬 謝謝 好 那麼現在就讓我們 刑警大隊這邊代表 然後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想想 先 對啊 沒有 先讓他講完再查 我們要對神明的 我們先是 我們先是 對 OK 好 那這樣子 對 那就與我們 與我們那個 這樣 好 那 來一起 來 來 這邊 先前面 來 然後來 左邊 來 然後來 右邊 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來 後面 有辦就好 好 謝謝 那今天就由我們 以我們開禁了 開禁這個為主 那在這邊 我們謝謝這個彰化警察局 因為他們也在配 在打擊犯罪這一方面 不予於利 然後 他們在反詐騙 你有看到他們的一些 這個標 然後 標語 標語 都在前面 希望大家看到他們的辛苦 然後他們也一直都有在宣導這一方面 那現在我們就來 一一介紹我們的演藝人員跟我們的導演 在這邊我們謝謝我們的長官 也謝謝我們的警察同仁 刑警同仁 你們 謝謝 好 謝謝 好來 來 來 好來 我們退場 來 謝謝 好 要給小豬剪接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來為您介紹 這一部電影的 這個導演 我們現在就來歡迎我們這一部戲的導演 沒有 林青芳導演 來導演 好 謝謝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編劇 楊君浩 不會 好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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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製片 Kevin 王愚鴻 好現在我們就要正式介紹我們的演員 那這一次要這個打擊犯罪 一定要有刑事組的這個大隊的大隊長 齁 領君 那大家都說我找方紀委來演這個角色 他如果說把這個壞人抓起來 對不起 不是這樣子演的齁 所以演員就是你要演什麼像什麼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這位 飾演刑警大隊大隊長的方紀委 再來介紹的是這個大隊長的這個部署 我們為您介紹的是王燦 好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也是他的這個部署 我們掌聲歡迎高山峰 好 現在我們就讓三位合體來 三位再從前面走過來 從那邊來 方紀委站中間來 我們再讓三位合體 謝謝 謝謝 你是那個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著再為您介紹 往後一下 來 接著再為您介紹的是這一部戲 他的這個角色 他的這個角色跟以往他的演出 他的演出不太一樣 所以他有精湛的演出 現在我們就掌聲歡迎王中平 好 謝謝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 不是教授 老師會受騙 連企業家都會受騙 我們來歡迎這位飾演老師的高欣欣 他這樣子 像演那個 他這個不是演老師 好 謝謝 然後 有這些前輩 在前面演這部戲 當然 也有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 比較會走偏 會被這個詐騙集團 這個 要怎麼說 讓他們騙 還有家裡面的人歡樂 所以一定要有年輕人的參與 現在我們就掌聲歡迎 劉宥謙 好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 袁宇瑞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 丁浩 再來為您介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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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那這一部戲當然不只這些演藝人員 因為有的還在拍戲 沒有到現場 像許仁傑 還有一些要客串的演藝人員 都是還在線上 我們在這一次的贊助 這部電影的也有康康 就是贊助這個至今的 有康康 有王彩華 有白雲 有土中康 很多的藝人 都有贊助我們這一部電影 希望大家 能夠在我們這一部電影 在演出的時候 在各地都來看 然後這個長輩帶著 那個兒子女兒 女兒帶著父母親 來看這一部電影 在這邊我們全體再站過來 來 謝謝 來 然後就跟 好來 發爐 發爐 好來 就用這一張 好來 那這部電影 我們今天就已經開鏡了 然後在開鏡之後 我們演藝人員有記者 先生小姐們要訪問他們 我們就留下來 接受你們的採訪 在這邊謝謝這麼炎熱的這個夏天 然後記者先生 小姐們你們今天的蒂林 在這邊周嘉莉12萬分的謝意 代表小水珠心靈之旅的發起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來 有誰要訪問的